11月21号由王菲和李亚鹏倡导发起的燕燃天使基金会在上海举办了七周年纪念活动 活动现场更是打着点亮圣诞亲吻术的噱头 只不过点亮的方式有点特别 不是用别的 而是用吻哦 看看这难舍难分的镜头 新婚不久的王磊李小萌真是有够甜蜜的 只是这一吻不是为秀恩爱 而是为了公益活动 作为燕燃天使基金会的发起人 李亚鹏当晚也现身现场 对于走过了七年的基金会感慨良多 并点出了亲耳术的主题 用爱照亮世界 但是当如果有无数个恋人 无数个家庭都去照亮彼此的时候 我想大家废聚在一起 就可以照亮这个世界 这些日子红得发紫的郭涛父子也前来助阵 儿子石头更是拿出了储蓄罐 身体力行地竖起小小慈善家的榜样 亲吻你的爸爸 再把钱捐出去 然后呢 去帮助小朋友 请不吻我的下线 总好报道